股票一定要有人做 没有人做的股票不会涨 到底是哪一些股票是有人做 有人在重压的呢 什么是标股 看我节目就知道 什么是预约涨停人生 看我的节目就知道 全国的观众 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决战筹码 你好我是谢一温 今天大阪涨得快400点 那这个为什么会涨这么多呢 当然这个手工一定是台积电嘛 对不对 台积电为什么会涨 昨天这个美国政府说 我拨了66亿美金给你 台积电也这个重散如流 跟你讲说我在美国还要设第三个厂 所以我拿到补助了 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是因为这样吗 当然不是 拿到这个钱 它一定是有规范 这个规范在于哪里 世界各国都一样 我欢迎你来设厂 在这个产业当中 我国是属于比较落后技术的 我希望你可以来我们国家设厂 然后带给我们国家技术 对不对 让这个高技术 高技术的这个东西 可以在我国 可以怎么样 深耕 深耕这个所谓的基础 基础建设或者是基础的技术 那这个也可以带这个国外的人才来我们国家 所以我补助给你 我给你钱 那这个钱我刚刚说的一定要有规范 你这个钱一定要用在哪里 一定要用到哪里 一定要在设厂 你要买地 你要盖厂房 你要需要花钱 你一定要花在哪里 你要买设备 你要买你总是要有机器进来嘛 要不然你怎么生产你怎么制造 对不对 有厂房的有设备还没有用 还要什么 你还可以买什么 你还可以买材料 所以大部分的钱这66亿美金补助款 那一定是用在所谓的厂房 对不对 土地可能我还可以最会国待遇给你 给你优惠 给你减免租税 甚至于还给你怎么样 还给你拉水电还给你怎么样 还给你一个大优待 让你怎么样 让你基础建设是无忧无虑的 然后你一定要买什么 你一定要买设备 你没有设备你怎么生产 所以你钱要花在上面 你还买什么 你还买材料 好 问题来了 买厂房 这个我们可能 跟台股的供应链比较没有关系 没有差异 可是你买机器 你买设备 你买材料 台股有一套完整的 晶圆代工的供应链 我供应你材料 你要添车 我给你添车 你要有任何自动化的设备 你要有打线 你要有封装 台股全部都有 所以台积电怎么样 有这一部分的补助管 它可以请什么 你设备厂也来我这边好不好 你的天车厂也来我这边好不好 你的自动化设备来也好不好 你的封装也来好不好 你的清洗半导体终端设备来也好不好 一堆一堆所有的供应链就过去了 那中美贸易战 我中国我可能也待不太下去了 我就怎么样 我就先移到 我就以另外一个国家 以美国为中心 日本雄本有设备 我就以日本为中心 哪里哪里有设备 我就以哪里为中心 这个才是美国真正的目的 干嘛要花钱 除了技术来除了人才来他干嘛 我要跟你怎么样 我要跟你中国贸易壁垒 尤其在晶片这一块 我一定要跟你贸易壁垒 我要跟你分得清清楚楚 我要抢你的客户 我要抢你的人才 我抢不到你的人才没有关系 我怎么样 我让人才不要过去你那边 台积电在长什么 台积电在长什么 台积电在长这个东西 不是他拿到的钱了 这个钱可以灌入VPS 不是 好 重点来了 设备股 设备材料股 要有什么样的状况下 会更容易大涨 下礼拜台积电有法说 好 大家这两天就要公布营收了 会到10号了 明天就10号了 这两天要先公布营收 公布营收第一关 有没有成长 有没有受这次地震的影响 应该是没有 因为4月3号才地震 现在就公布3月份的营收 营收有没有成长 有没有比去年同期成长 有没有比2月成长 比2月成长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因为2月天数比较少 对不对 工作的日子 天数的关系比较少 所以超越2月份绝对没有问题 有没有比去年的同期3月份 还要来得多 还要来得成长 这个第一关嘛 如果有设备股 台积电的供应链会动一下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 下礼拜的法说会 台积电对未来的展望 它的说法 它的看法 为什么要去讲未来 当然我们股票第一个一定要讲未来 第二个 设备股材料股 它要涨什么 你一定要台积电对未来有扩大资本支出 你才会跟我买机器 买设备买材料嘛 如果你本身都资本支出都没有增加 那我是不是就赚的比较少了 我的钱是不是赚的就比较少了 你厂已经盖好了嘛 那你机器要不要多嘛 你要不要更先进的嘛 或者是怎样 你封装设备 你要不要先进制程啊 一奈米两奈米 有没有怎么样 有没有对你的上游厂商 接到更多的订单 而你需要应付这个订单 你需要更多更多的设备 如果下个礼拜的法说会 资本支出增加 台积电的资本支出增加 第一个那台积电就1000块相见了嘛 我们先预祝台积电来到1000块嘛 我们先恭贺台积电会来到1000块了嘛 没有太大的问题啦 重点是买台积电你只能赢谁 你只能赢00939 00940 如果你下个礼拜你看到台积电 它对未来的展望 也就是说它资本支出在今年 或者是在明年能够再调高 更上一步 因应它所谓的先进制程的订单 也就是所谓的AI晶片的部分 那当然是买设备股嘛 那当然是买材料股嘛 为什么 老师为什么 因为会涨得比台积电还要快 以乘数跟效率来讲 一定会涨得比台积电还要来得快 为什么我刚讲了嘛 台积电你去买它可不可以 可以大致上你就是赢00939 00940 赢那些ETF没有问题啦 可是各位 真的要快 真的要好 真的要有效率 来一档一档看 这一档是6187的万论 出买一点之后 慢慢的拉回 出买一点 今天跌比较少人讲 跌很少人去买它 大家都喜欢买涨的时候 那类似像这样的股票 跟设备有关的 跟材料有关的 跟台积电供应有关的 跟所谓的下礼拜的法说 跟资本支出有关的 我持续看好 尤其3月份的营收 我现在还没有看到公告 或许等一下可能就看得到了 或者是明明就看得到了 我还是持续的看好 3583的星云 我还是持续的看好 我今天拉回很深 今天拉回很深 今天几乎收在最低点 我还是看好它3月份的营收 我还是看好 那在小高档拉回量缩 我认为毕竟以技术面 筹码面来看 它没有所谓的量价背离 第二个 2月份的营收天数那么少 它都能够创新高 我相信它的3月份 最基本最基本 一定会跃增 会不会黏增 我还是给你肯定的答案 我认为会 所以各位像类似像的股票 拉回来你不用怕 拉回来你不用怕 那当然材料的部分 这张股票 6139的亚翔 这个已经报了很久了 207块以下买的 今天收盘价297 大概就花了7天的时间 大概就花了7天的时间 这个7天是从207块买 207块以下买 今天297.5 大概是5成 大概我们讲大概 抱歉大概三成 大概三成 还没有到5成 大概三成多 可是只有花7天的时间 以上我所讲的股票 我相信未来都会 都会赢台积电 我相信未来都会赢台积电 如果这次的资本支出增加 对不对 增加了以后 我们就说台积电 我们先预祝你1000块件了 那你说你去买台积电 当然可以 甚至于你去买ETF 谢老师也不反对 可是各位 股票市场难道不是 讲求效率跟速度吗 难道不是吗 难道不是吗 我告诉你一定是 所以有一些股票拉回来 你并不用去看坏它 就筹码 就基本面 就未来展望 尤其是台积电的设备类股 材料类股 你根本就不用去看空它 一定要有相当程度的 有很重磅型的 所谓的 比如说业绩营收没有跟上 高档报大量 或是长上引线 或者是头部贯穿 那个时候再来出就好了 这个叫大波段的股票 大家有没有意见 对台积电的供应链 就今天大涨的相关联系来讲 大家有没有意见 当然老师 如果我现在想要进场去买它 我当然不建议 为什么 你现在需要的是什么 是从低点低档进场的 或者是怎么样 相关类似的利多没有发生的 我也可以再跟各位讲 比如说这种股票 8299的群联 它相对在高档 可是它利多没有走完 它有什么样的利多 各位它有什么样的利多 比如说它去年大赚 它今年大概 它今年的营收 应该这么讲 今年的获利有可能是去年的什么 1.2倍 1.3倍 它去年已经大赚了 所以它今年的营收还会更上一层 那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它的毛利率会拉升 为什么 它大致上已经公告 大概到第二季开始 应该到第三季开始 抱歉 到下半年开始 它第二季的价格它又要调涨 而且它对AI来讲有新技术 我们等一下再来聊 好不好 那类似这样的股票 我就敢 我就肯 稍微带货远去做一些怎么样 小追高的动作 因为我们知道它利多还没有走完 我们知道它利多还没有走完 那短线上的股票也是如此 什么短线上的股票 有临时性的题材 或者是比如说 像今天的军工股动很大的 这个520 什么行情就职大典 什么军工 你看那个雷虎 我们这也跟各位介绍 为什么介绍 我等一下给各位看 隆德造成 我们已经做到不要做了 做到我们都已经走了 然后现在还有人在讲 对不对 什么金刚 好多好多的一些所谓的 这个短线的 这个概念股 来做一下 有讯号做一下 等下会给各位看 那再来就是什么 昨天这个 因为月初地震 4月3号地震 那这个台北市市长就 喊出一个口号 大都跟时代来临了 结果钢铁股今天也大涨 结果银建股今天也大涨 那我为什么把它称为叫 暂时性的题材 它没有办法一触及沉 你今天比如说军工 今天跟你聊潜艇 今天跟你聊坦克 今天跟你聊大炮 今天跟你聊船 它马上能够盖得好 它没有办法马上盖得好 可是股价比造船的速度还要来得快 那称它短线的原因在于哪里 就是说它股价会超涨 可是未来怎么样 还是会回来 它应该怎么样 它那个波动性应该是慢慢上涨 营收成长性应该是慢慢上涨 可是它股价会先动 因为题材的关系 那没有关系 那我们就怎么样 就是低买高卖 所以那个叫短线上的操作 那就好像大都更时代 如果你有参与都更你就知道 很少有那个一两年两三年就成功的 那个没有拖到八年九年 那个已经黑米豆腐了 那个已经黑米豆腐了 所以各位 你说都更快 讲很快了 大都更时代 钢铁马上就涨 营造股 营建股马上就涨 讲很快 可是各位 一样嘛 我们刚刚讲了 它那个也是慢慢谈 慢慢谈 慢慢谈 你知道有些住户 不是说一瓶要一瓶 我一瓶要两瓶 你还要送我一个车位 对不对 你还要送我一个店面 我这个店面 我前面都不要有住址 那个很麻烦 不然我不卖 你在都更的过程当中 我外面租房子 我要住三房五厅的 所以各位 那个都更也没有这么快 互数这么多 越多越复杂 所以各位 那个也没有这么快 所以股价也会超涨 会超涨 它就会怎么样 就会拉回来修正 所以我也把 视为钢铁也好 营建也好 我把它视为短线 短线可不可以 短线不是不能做 可是各位 你要照着技术面做 你要照着筹码面做 这个就是现在的策略 有铺断的股票 值得期待的股票 拉回你不用怕的股票 但是又怎么样 也可以短线那种 三天五天走的股票 可是各位 这个就在考验 你的选股能力 这个就在考验 你的选股能力 你的选股逻辑在于 你在期待什么样的东西 跟事情 比如说我举例好了 你看我们讲几天而已 你看这个2009的第一桶 这个我们讲几天而已 什么叫筹码面 什么叫技术面 技术面叫做什么 带量 突破平台高 加码 对不对 什么叫筹码面 决断筹码上面怎么样 底部可以之内出现 连续的买点 加码讯号 出现了以后买 3940买 两三天就到49块 什么时候出 你什么时候让我觉得不安心 你什么时候抱大量长上影线头部贯穿 我就出嘛 我会不会留恋 不留恋 为什么不留恋 为什么不留恋 答案很简单 我就把它设定成短线而已 我就把它设定成短线而已 比如说来各位 4533的协议机 什么叫技术面 短线上带量 突破 小B点 什么叫筹码面 底部5K之内出现 连续的买点加码讯号 来了嘛 就来了嘛 就来了嘛 今天为什么涨 今天为什么说涨停 今天说涨停是因为怎么样 昨天下午公布营收 营收很不错 很棒 跟去年来比 跟去年基息比较低 去年基息比较低 跟去年相比 像这个工具机有回温的感觉 对不对 相较一笔之下 你的股价应该不止如此 那昨天为什么涨停满呢 原来已经有人知道这样的information 你也不用昨天买 你也不用今天买 各位 你可以上礼拜就买 你可以上礼拜就买 昨天确认 今天再涨一根 对不对 懂我的意思吗 懂我的意思吗 短线就是这么做嘛 军工股也是如此啊 来来来来 8033的雷虎 底部5K之内出现连续的买点机加码讯号 就从5字头 就很简单就到7字头啊 很快嘛 那你说他真的有接到什么订单吗 没有啦 就是一个题材嘛 就是520的题材嘛 就是就职典礼的题材嘛 那最讲我们最早 我们是市场上 几乎是最早讲这一档股票的 我们当时在讲它 是在讲所谓的中华电信的 可能所谓的 这个行动机器台会被取代 可能会用无人机载载 用无人机的方式 载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通讯器材上去 当然你不要说很重的 那种轻型的 比如说 今天渔人码头办一个 什么小型的什么签帐会啦 可能机器台可能 一定是没有办法附和嘛 我就设一个临时的机器台 那我又可以再 用无人机载上去的话 它是轻型的 然后怎么样 又可以这个范围更广 更宽 一开始是这样 后来用到军事用 无人机的 有乌克兰战争 还有什么军事用的一些什么 无人机攻击机啦 才会有慢慢那个题材出来 运用在怎么样 军事上面 才成为所谓的军工股 一开始不是啦 一开始我们去买它 我们叫它五翼探长 为什么 五翼探长叫雷老虎嘛 因为它叫雷虎嘛 一开始我们在讲的时候 三字头 三十几块啦 小时候我们玩那个模型 就是雷虎的啦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还蛮贵的 不是那么便宜 那不管嘛 你不用管它来都去卖 你不用去管它多久 我们谢老师多久以前讲 你看到买一点了以后 带量突破 加码点出现 这里是有加码的喔 这个箭头是被 这个涨太快了 这个箭头被挡到了 这里又突破一次 这里又突破一次 都是带量加码突破 就一路创高 什么时候卖 等它爆量长黑长上引线 头部贯穿要卖再来卖嘛 短线就是这么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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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各位 有破断的股票 有短线上的股票 同时在并行 所以我说你说救货员 老师啊老师 你现在最近有做一些短线的 我们救货员是不会 没有办法参与 不会 我都会让你们参与 我都会让你们参与 但是我要去告诉各位 以现在来看 真的有效率了 是那一种 要怎么讲 不叫吃豆腐啦 要怎么讲有效率了 我形容一下好不好 就是赚 最好赚的那一段 它可能快 它速度很快 有效率 它可能不会很长久 会来会怎么样 会跳来跳去 跳来跳去 我把它视为叫短线 我把它视为叫短线 所以各位 如果对我的操作 对我的这个投资操作 投资组有兴趣的投资朋友 麻烦你加入谢文 谢老师的Line 或者是直接来订给我们公司 直接加入我的短线VIP 等一下回来 有更精彩的股票 千万不要转台 广告中先怎么样 先把谢文 谢老师的Line 加起来 先把谢老师的电话 拨通 我们等一下回来 陈东斗铺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 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贷金一定贷出 陈通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陈通斗铺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那今天应该怎么讲 近期来讲AI的股票 可能都没有什么动 可是各位 除了亚翔以外 我们又找到一个新的 AI的好标的 为什么 来各位 6117的银广 为什么去买它 为什么公开讲 公开介绍 底部5K之内 出现连续的买点机加码讯号 带量 突破平台高 出加码 第二根 第三根 今天超漂亮 打到杀到快跌停 拉起来 拉到掌停板 出小逼 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什么软体 可以在跌的过程当中 告诉你 请你来加码 来 早上 跟会员讲 银广再度出现了 长下引线 只要成交量 不要扩增太快 有拉回都是好买点 各位有拉回 有拉回 下引线的有拉回 今年伺服器机壳 有较大的成长空间动人 股价将有想象空间 这个已经不是买跟不买的问题了 续报 有拉回要加码 老师他现在带你去做追高 当然不要 虽然我知道他还会创高 虽然我知道 我们现在去买什么 刚才我节目上有讲 这一档 短线的 AI 新的AI服务方案 新的技术 他能够干什么 为什么能够 这种方法 为什么能够得到大企业的这个青睐 为什么 这样的方法 大幅减少AI基础建设的硬体成本 也就是说怎么样 他可以提高运算效率 在有限的GPT跟RAM的资源下 可以得到训练大型的AI模型 你觉得他会不会涨 他营收也不错 明天就要公布了 最晚明天就公布了 对不对 我也不会骗你 明天就会公开给你看了 那你想不想先知道 明天早上你想不想先知道 你可不想想不想先得到 未来有类似这样的股票 在盘中可以及时就可以怎么样 收到这样子的迅息 如果你想知道想训到 想知道提早知道 加入谢一文谢老师的LINE 或者直接打电话来我们公司 加入谢一文谢老师的 短线VIP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